升职之际女子偏要离职 被公司拒绝后她又寻死 女子留下的一封忏悔书 揭开了一起隐秘的刑事案件 公司被骗的是是否与女子有关 女子的蹊跷死亡到底是真是假 王者的忏悔书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俗话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周平 也写过一篇离别人士的忏悔书 但是他的忏悔书不但没有催人泪下 反而揭开了一起隐秘的刑事犯罪案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2018年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周平 周平双喜临门 一是有了一个已经谈婚论嫁的男朋友 二是他所在的公司准备提拔他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 周平参加工作以后啊就一直在一家公司里工作 这个公司的性质是工程公司 由于他工作富有开拓精神 办事协调能力强 所以深得公司领导的信任 很快他就担任了部门经理 可以说在公司里面 除了公司的领导以外 他在他的部门说一不二 特别是2017年以来 周平帮助公司承揽了好几个工程 公司领导啊 为此非常赏识他 开会研究决定 提拔他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周平竟然不愿意高就 当天公司通知周平说 董事长要和他谈话 周平啊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他走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 他不知道董事长要和他谈什么 只见董事长春风满面的向周平通报了公司 升他为公司副总的决定 要他做好部门离任审计工作 正常来说 升职必然加薪 这是职场员工梦寐以求的好事 公司给周平升职加薪 他也应该高兴才是啊 谁知道周平听了以后啊 他并没有喜笑言开 他犹豫了一下对董事长说 非常感谢公司的信任 我还是担任部门经理吧 这样便于开展工作 董事长听了以后 我感到困惑不解 你担任了公司副总以后 职务更高了 外出更能代表公司了 工作岂不是更方便了 周平还是小声坚持说 我觉得自己对部门更熟悉 工作更好开展 董事长啊 听下来以为周平是 还怕他自己不能胜任公司副总的职务 从而推辞 所以董事长当即就拍板说 你不要推辞了 公司已经做出决定 你回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办好工作交接 周平看 董事长已经下定了决心 直到自己再说也没有什么用处 就只好告辞离开了董事长的办公室 董事长在送他出门的时候 鼓励他 你不要多想 大家对你的能力有目共睹 公司提拔你 就是对你工作的充分肯定 当天下午 公司的财务经理就通知周平 下一周办理财务交接手续 原本升职是件好事 可周平在得知此事后 却没有一丝喜悦 反而变得十分不安 这让所有人都十分疑惑 而接下来周平又做出了一件 令人更加不解的事 第二天上午 公司的人事总监收到了周平的微信 周平在微信上表示 经过了自己慎重考虑 他因为能力有限 加上今年要结婚成家 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现在不但不能担任公司副总的职务 而且还要从公司辞职 人事总监看完这条微信 他就愣了 升官发财的事还有人推辞 而且竟然连工作都不要了 周平为什么这样想不开 他就急忙给周平打电话 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理压力 周平表示感谢 说你不用劝我 我决心以下 只希望公司尽快批准我的辞职请求 人事总监一看周平辞职的决心以下 他就急忙把这个消息 报告给了公司董事长 董事长听完以后也感到惊讶 他也马上给周平打电话 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平解释说 我已经三十岁了 要考虑结婚了 男朋友一直觉得我平时工作太忙 所以他希望我结婚以后 能够全身心地回归家庭 董事长听了以后摇头道 周平啊 事业对于女人来说 和家庭一样重要 你现在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你应当把握住机会 即使你现在不想担任公司的副总 那你公司也可以考虑你的实际情况 让你仍然担任部门经理 谁知道 无论董事长在电话那边怎么劝说 周平仍然坚持辞职 而且他说他要过二人生活 最后董事长就生气了 他告诉周平 既然你不愿意升职 公司就不强求了 但是公司绝不同意你的辞职请求 你应当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说完以后 董事长就挂了电话 周平要辞职的消息 像风一样刮遍了全公司 大家这才明白 为什么周平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 竟然一点都没有喜悦感 在得知董事长拒绝了周平辞职的请求以后 大家都拭目以待 想看看这件事情 以什么样的结果收场 大家更想知道 周平为什么要这样做 虽然董事长不同意周平辞职 但是周平告诉人事总监 他要休工休假 因此周平从第三天起 也不到公司来上班了 就在大家猜测周平 接下来会怎么做时 公司董事长急忙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上董事长表情凝重 拿出来了一封信 而看完这封信以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封信是周平写给董事长的 周平在信中说 他不想苟活人事了 等公司领导看到这封信时 他已经自杀身亡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与其他人无关 最后周平还在信中忏悔到 他辜负了公司领导的信任 如果他工作中 给公司造成了什么损失 希望死后可以得到公司的原谅 公司这班子成员 看完信以后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没有想到周平 因为升不升职的问题 最后竟然闹出了人命来 董事长皱着眉头问大家 你们认为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周平为什么会寻死 他在公司的工作当中 平时表现有异常吗 他是不是患有抑郁症 大家听了以后都摇头说 没有 看不出来他精神上有问题 董事长又问大家 周平信上说 他辜负了公司领导的信任 如果他工作中 给公司造成了什么损失 希望死后可以得到公司的谅解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仍然一头雾水 都说不上来 他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由于从信中可以看出 周平的自杀不像是在开玩笑 所以董事长就让人事总监 赶紧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 同时董事长又责令财务部门 查周平分管部门的账 那么周平为什么因为升职而寻短见 他要自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公司财务审查发现 周平定立假合同挪用公款 并将钱打入了男友的账户 警方将周平的男友韩晓磊抓捕 不愿 他坦言 拥有周平未还赌债 才验取公司财务 警方发现韩晓磊的供述疑点重重 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周平是否真的畏罪自杀了 王者的忏悔书正在播出 人事总监在领受了命令以后 他深感压力山大 因为现在他公司的一个员工要自杀了 所以当务之急 他一定要找到周平的下落 他要看一看周平现在到底怎么样 他就拨打周平的手机 结果发现周平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人事总监又通过周平分管部门 要到了周平男朋友韩晓磊的电话 他马上又拨打了韩晓磊的电话 韩晓磊的电话终于接通了 人事总监在自报家门以后 问韩晓磊周平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晓磊在电话里深沉地说 几年前周平就因为工作的原因 患上了抑郁症 虽然平时看上去 他总是笑呵呵的 实际上他的精神压力特别大 自己在和他谈恋爱期间 就发现周平几次说到过要去死 这次公司决定提拔他为公司副总 结果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门道理 周平由于辞职不成 他就回老家休假了 结果三天前他突然自杀了 现在他的后事已经在老家办理完毕 另外韩晓磊还说 按照道理公司要对周平的死亡 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鉴于周平生前对公司的感情很深 所以说周平的家属决定不找公司索要赔偿 但是希望公司以后也再也不要来打扰他们 说完以后啊 韩晓磊就挂断了电话 通完这番电话 人事总监呢 马上就向董事长汇报了情况 此时啊 公司的财务部门也统计出来 周平经手向有关工程的业主方 支付了近百万元的纵标保证金 董事长就要求公司的工程部去落实这些工程 很快落实的结果就出来了 就这些工程实际上目前还停留在规划层面 并没有实际开工建设 也就是说所谓的工程发包和纵标都是假的 纵标保证金实际上并没有在业主的手中 那这就说明有人在其中中保私囊了 公司啊 由此判断 不管周平死没死 他肯定参与了这些骗局 公司领导在经过慎重的研究之后 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 警方在受理了公司的报案以后 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 周平所在公司的款项 都进了一家建设工程公司的账户 这家公司的老总在警方调查的时候说 周平来找他讲 需要挂靠他的公司投标 而且将资金进入他们公司的账户进行走账 并且支付10%的挂靠费 然后呢 周平就虚构了自己所在的工程公司 中标某工程项目的这样一些事实 伪造了邀标函 中标通知书 物资采购合同等材料 又使自己所在的公司 误以为已经工程中标 从而将工程保证金 中标服务费等钱款 打入到周平指定的这家公司的账户 周平在支付了挂靠费以后 要求该公司将剩余的款项 转入了他男朋友韩晓磊的个人账户 由此警方确认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并进行立案侦查 由于周平下落不明 警方将他的男友韩晓磊抓捕 那么韩晓磊会如何解释 自己账户里多出来的这笔钱款呢 到案以后啊 韩晓磊供述 这些钱呢 确实是打到了他的账户里了 但是这些钱 周平指使他都取了出来 而且交给周平 周平赌博挥霍了 他只不过是经手帮助周平取钱而已 根据韩晓磊的供述 他和周平啊 是不同工程公司的员工 他们两个人呢 在参加工程招投标的时候认识了 从而谈起了恋爱 由于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本地人 为了将来能够幸福的生活 所以他们首先要解决房子问题 但是他们两个人是靠工资吃饭的 那要攒下来钱买房子会很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啊 周平就说 咱们快点结婚 我有办法能够买房子 什么办法呢 投资理财 韩晓磊听了以后 我就把自己攒的几十万元给周平理财 周平还说 他还会想办法从公司弄钱理财 韩晓磊向公安局机关表示 他说我当时就拒绝了 说这样做是犯法的 但是周平表示 这是从公司里暂时借钱 等到理财款拿回来以后啊 再还给公司 韩晓磊听了以后啊 知道周平这样做 也是为他们今后的共同生活着想 另外呢 他在过去代表公司招投标的时候啊 他也知道 这个招投标以后 回去向公司汇报 中标与否 实际上公司是不知道内情的 所以周平就为此编造了 公司中标的假消息 从公司啊 骗取了五十万元的中标保证金 加上韩晓磊给他的五十万元 也就是差不多一百万元 拿去啊 去进行投资理财 韩晓磊讲 就在自己幻想今后的幸福生活时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周平啊 回来告诉他 投资的钱都赔掉了 而且还外欠了二十万元的债务 刚开始啊 周平不肯说实话 只说投资有收益 就会有风险 收益高 自然风险就大 但是韩晓磊啊 他不相信周平的话 你投资风险无论多高 顶多把投的本钱赔来 你怎么还会欠下钱呢 由于周平在讲的时候 闪烁其词 韩晓磊肯定他有事瞒着自己 所以他就不依不饶 非让周平把事情交代清楚 最后啊 周平无奈地告诉韩晓磊 他所谓的优质项目 实际上就是赌博 韩晓磊向公安人员交代 他在得知真相以后 心像被刀割了一样的疼痛 当天晚上 他们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韩晓磊就决定和周平分手 谁知道周平听了以后啊 当场流泪 他忏悔自己一时糊涂 参加了赌博 表示他这样也是为了尽快地挣钱 好和韩晓磊结婚 今后啊 他一定好好工作 绝不再去赌博了 两个人共同挣钱还债 韩晓磊表示啊 爱情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他相信了周平的话 以为他会吃一欠 长一智 和他重归于好 谁知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周平不但没有改邪归正 反而借高利贷 继续赌博 甚至被债主赌上门来进行逼债 周平为了归还外债 又用欺骗的手段 从公司骗取了数十万元 直至这一次公司要升周平的职务 他知道自己的公司一升职 就要进行离任审计 他的骗局就会曝光 为此啊 从公司辞职 那根据韩晓磊以上的供述 是周平赌博从公司骗钱 他本人没有任何责任 那民警就问他周平在什么地方 韩晓磊就说周平已经畏罪自杀了 但是民警发现 韩晓磊说话的时候 他眼神是飘忽的 他不敢看着民警 所以民警就判断他没有说实话 经过了批评教育 韩晓磊最后供诉 周平并没有自杀 而是躲在他的老家 于是啊 警方就立刻派员前往 将周平抓捕归案 然而 周平到案以后 他所供诉的事实 恰恰和韩晓磊的供诉相反 那么 本案的事实真相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韩晓磊不断怂恿周平 帮他还捕债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周平 终于失去了理智 眼见事情败露 周平内心十分矛盾 无力还款的他 只好心生一计 这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伎俩 最终被公安机关揭穿了 那么这起案件中 教唆周平犯罪的韩晓磊 是否也会被刑事处罚呢 王者的颤语书正在入手 韩晓磊与周平 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因为工作相识的 两个人在认识了以后 周平就对韩晓磊一往情深 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心 而韩晓磊呢 其实一直都有赌博的恶习 谈恋爱以后 他还经常带着周平进出赌场 每当他拿钱赌输了以后 他就让周平利用职权 从公司里弄钱 周平开始不同意 说这样做是违法的 他把自己攒下的钱 都给了韩晓磊 这个赌博呀 是一个无底洞 周平的钱 很快也被韩晓磊输完了 韩晓磊呀 还让他从公司里弄钱 而且骗他说 这是为了咱们两个好 有钱了 咱们可以早一点买房结婚 经过韩晓磊的诱惑和怂恿 周平的感情啊 战胜了理智 在韩晓磊的指导下 他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开始从公司窃取钱款 由于被周平的工程中标假象所蒙蔽 公司啊 还以为周平的工作业绩非常突出 所以决定给周平升职加薪 周平知道啊 一旦升职加薪就要进行离职审计 那他自己骗钱的阴谋就瞒不住了 所以他心里啊非常恐慌 以各种理由推托 拒绝升职提琴 谁知道 他越这样做 董事长越以为 他是既有能力又谦虚的好同志 所以做出了要他一周以后 移交工作的决定 这下子啊 周平就到了性命攸关的抉择关头 韩晓磊得知这些情况后啊 竟然说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这是你自己的事 还是你自己想办法 周平看到 只知赌博没有担当的男友 一无用处 心里是又气又后悔 但是这时候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是他自己想法解决了 周平开始想主动向公司承认错误 把钱退还给公司 请求公司的谅解 但是他和韩晓磊手中都没钱了 他们双方家庭的条件 也根本拿不出这上百万元 如果退不出这些钱 公司得知真相以后肯定会报警 此时周平的内心十分矛盾 思来想去 他想到了一个计谋 那就是伪造自杀的假象 以此来逃脱罪行 那么周平的这个方法 真的能帮他金铲脱销吗 周平写了自杀的忏悔书 主动向公司忏悔了罪行 然后呢 韩晓磊配合他 在公司调查的时候说 周平的后事已经办理完毕 那个时候 公司就是想追究周平的法律责任 也无处追究 只能吃牙不亏了 于是啊 就发生了我们前面所讲的 周平将写好的忏悔书 寄给了公司的董事长 而韩晓磊配合他说 已经自杀身亡 办理完后事了 周平和韩晓磊觉得 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 认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公司竟然向警方报了案 于是啊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他们两个人都被警方 以涉嫌诈骗罪行事拘留 由于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公安机关在侦查结束以后 检查机关对韩晓磊和周平 提起了公诉 法庭上被告人韩晓磊辩称 诈骗公司财务的主意 虽然是自己出的 但具体的犯罪行为 都是女友周平实施的 所以他的行为 不应构成诈骗罪 那么韩晓磊的辩解 能成立吗 根据韩晓磊的自我辩护 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是 韩晓磊的行为 是否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共同犯罪 在讲这个共同之前 我们先讲讲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 对于诈骗罪的量刑标准 主要是考虑的因素有两个 分别是诈骗的犯罪数额 和诈骗的情节 而共同犯罪 我们一般也分为 一般的共犯和特殊共犯 也就是说犯罪集团 分成这两类 一般的共犯是指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 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是犯罪集团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 进行犯罪活动的是主犯 所以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你看 所以我们把共同犯罪 概括为犯意相同 就是什么 两人都知道 我们要去干坏事 是干什么样的坏事 也是一致的 第二个是共同犯罪 就是共同实施了犯罪的行为 我们联系本案 韩小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他以赚钱以后就和周平结婚为诱饵 指使周平实施诈骗行为 并且编造所谓工程中标的虚假消息 共同非法占有了公司的款项 所以他的主观上 有非法共同占有公司财产的目的 客观上 他怂恿指使周平实施了诈骗行为 并且这些钱款全部都转移到他个人的账户上 所以他和周平构成了诈骗的共同犯罪 因此二被告应当根据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 共同承担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法院经过庭审认定 被告人韩小蕾在整个犯罪实施的过程中 和周平一样起主要作用 他们共同诈骗公司财产近百万元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且诈骗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 法院予以确认 最后法院根据韩小蕾和周平的犯罪事实和危害后果 依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认定韩小蕾和周平均已构成诈骗罪 判处韩小蕾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15万元 判处周平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10万元 同时追缴他们的犯罪所得 面对法院的判决结果 周平和韩小蕾都没有上诉 周平痛哭流涕 他没有想到自己因为爱情而酿成了大祸 导致自己身陷淋雨 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为韩小蕾付出了一切 而韩小蕾竟然在紧要的关头 将全部的责任都推给了他 观众朋友 周平的经历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清醒 守住自己的人生底线 切不可受人误导 误入歧途 另外 当我们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 更要懂得宁缺无赖 绝不能为了爱情丧失理智 要不然就会像本案的主人公周平一样 导致自己悔恨终身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协议本意是对婚内财产的约束 但也会引出诸多麻烦 第一个案例中 女人因为签了婚内财产协议 生病后无前一致 丈夫对她不管无故事 第二个案例中 也是因为一纸婚内财产协议 让女人在离婚时几乎净身出户 是什么原因让她们签下这纸协议 令自己处于被动局面 协议危机下期播出